嗨 大家晚安 我是過敏點爛掉的無界 那今天我收到了 拿錯邊了 今天我收到了 大概兩個月前訂的AMIVO卡 終於到了 等了兩個月 那總共有第一彈到第四彈 還有一個走出戶外包 每種我都各買了五包 那今天就要來開箱 那在抽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一彈有哪些是我想要的 先說我想要的AMIVO卡 可能跟其他人的目標是不太一樣 我想要抽那些曾經我有邀請過的那些島民 已經有在我島上住過的那些島民 或者是正在我島上住的島民 可能人家會覺得說 很奇怪為什麼你已經有那些動物了 你還要他們的AMIVO卡 譬如說像我現在島上有亞美 那如果我又抽到亞美的話 我就可以隨時就是讓牠走 然後隨時又讓牠回來 因為牠是我喜歡的動物啊 所以我就可以比較沒有懸念的讓牠這樣子來來去去 所以我的目標呢 就主要是那些曾經有住在我島上的 或者是正在我島上的那些動物 當然還是有一些動物就是 我也很想要 可是我目前都還沒遇過了 那第一彈的話 我們來看第一彈有阿彪嘛 阿彪我很想要 魚子醬 魚子醬也很可愛 然後歌舞技 好 都是貓 阿彪也算是貓啊 喔 耳光 對 第一彈最重要的就是耳光 然後軟糖 然後第一彈還有企爾達 雅美跟阿笨 先拆第一包啦 特別卡茲里克 因為這兩隻糟糕了 我不知道他們的中文翻譯叫什麼名字 這兩隻 漢娜嗎 它是叫漢娜嗎 然後這個 咪咪 咪咪 糟糕了 抽到兩隻不認識的 我們再來抽第二包 第二包抽到的是 麻米吉 麻米吉是豆梨 另外這兩個 這個叫和平對吧 Peace 和平 是一隻老鼠 然後 Kuroko 就要抽到這隻鱷魚 一個很像大阪 我把他上的裝扮的鱷魚 好想要耳光喔 那我們來抽第三包 第三包啦 第三包很厲害 第三包 這個 這個特別卡 Kathleen Kathleen 這個角色我沒看過 和我說很厲害的這兩個 師父跟茵茵耶 一個帥哥然後一個美女 超讚的 這一包是大獎 好 第四包 第四包 第四包的想卡 是重複的 又是麻米吉 這一包根本就是牛牛包啊 兩隻牛 Karubi Karubi Karubi叫阿牌是不是 然後這個 Borussi 我不知道他的中文叫什麼 總之第四包抽到兩隻牛喔 我的目標一個都沒有中 最後一包了 最後一包了 拜託至少這一包讓我中一個 我剛才說的那些角色嘛 至少中一個嘛 閃卡是這一張西式會的哥哥喔 另外這兩個我都不認識耶 一隻豬一隻老鼠 Gureo跟這個 Rakkyo Rakkyo 這兩隻我完全不認識是誰喔 第一蛋有點慘喔 因為我想要的角色一個都沒中 那我們再來看第二蛋 雖然第二蛋運氣可以好一點 哈哈哈 第一蛋太慘了吧 白一隻貓都沒有 我知道阿一在第二蛋嘛 所以阿一阿二阿三阿四 都想要 喔還有奧利也在第二蛋 來佩玲 佩玲也在第二蛋 亞莎 亞莎 正在我島上的亞莎 麗琪 啊瑞琪 瑞琪跟那個 匹德 月兔 然後天佑 雷貝加 這些都在第二蛋耶 第二蛋感覺也是很多大獎 第二蛋呢希望可以有阿一喔 有阿一其他沒有都沒關係喔 第一包 第一包的想法是這個 龍克斯的爸爸 這個應該是龍克斯的爸爸 另外兩張 佛鳥跟森森耶 這兩個角色我都可以喔 很棒很棒 再來第二包 第二包 這裡有一個狗狗警察 這樣拍短劇我就有人可以演警察角色了 另外兩張 我怎麼那麼容易抽到老鼠啊 一隻老鼠跟一隻青蛙 抱歉他們的中文我都不曉得 丸子嗎 卡爾 卡爾嗎 我不知道他們的中文叫什麼 老鼠跟一隻青蛙 拜託拜託阿一阿一 拜託給我阿一 阿一啊 給我阿一啊 阿一阿一 而且這一包有兩隻貓 這一包有兩隻貓 這隻貓叫什麼 巧克拉 巧克拉 我不知道他中文叫什麼 你終究還是會落在我手上的 而且這一包閃卡是西施惠 你看這一包 這根本就是超讚的啊 這一包誰買到這一包誰就賺啊 啊啊啊好開心好開心 表框 這一張要表框起來 卡爾家有阿一了 我現在後面就是怎樣都無所謂了 第四包第四包 這個人是誰 他長得好有趣喔 西施 西施 西施是師父的意思嗎 然後另外兩張 這兩張也是我喜歡的角色耶 阿燕 然後這個是愛哭鬼對吧 欸他是不是叫愛哭鬼 這兩隻都很可愛耶 好最後一包 希望能有個阿二阿三或阿四 來 年兒 是年兒 然後是這兩隻耶 這兩隻很酷的 這隻企鵝 我覺得他超酷的 可以拿到他我也很開心喔 企鵝角色都超棒的 然後這是狗狗 這是叫什麼 John 約翰嗎 拿到這兩隻 好了第二彈超讚 有阿一什麼都可以喔 太開心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抽第三彈囉 第三彈的角色我印象中就是有小潤 所以小潤應該是大目標 然後阿波羅 阿波羅好像也是第三彈 我看還有誰 啊還有理查 甲羅琳 甲羅琳也是第三彈的 然後呢就是法蘭奇跟克力奇 哇如果有小潤的話 他就真的是賺班了 有阿一我這次真的很心滿意 嫁了我一跳 因為抽開是一個白色的東西 我以為是小潤 又是隻白老鼠 然後這個班長 還有這個Pelio Pelio 這個角色我也不認識 應該是前作的角色 然後班長呢 我覺得他中文翻成班長 對他滿好的 因為他的名字叫PTA PTA PTA是什麼意思呢 你們可以自己去Google一下 因為他的名字跟角色設定 在日本來說是一個很不受歡迎的 呃 代名詞喔 所以在日本那邊 有舉辦過一次人際票數 他的票數是最低的 但他中文呢 把它改成叫做班長呢 他就沒有那個 比較沒有那些負面的意思在 也算是舊這個角色 不然在日本來說 PTA就是那種 怪獸家長 的一個代名詞喔 KK有一首歌 的封面就是 班長站在那個KK旁邊在監督他 突然跑到我後面在那邊亂舔 第二包 第二包我看到賈羅琳了 賈羅琳然後這支是什麼 這是海象 海象我不認識 然後有賈羅琳 賈羅琳 超開心的 有賈羅琳 大家很喜歡的小封妹 第一包也是超讚的 第三包 哇 第三包我抽到兩個人器角色 我先給你們看一下閃卡 一樣是李克 跟第一彈的李克不一樣 就是呢 衣服不一樣 大家也知道 就是把他們招出來的時候 這種NPC角色 是不能幫他們換衣服的 所以有不同套衣服呢 就是對於一些 像我們在拍片的話 就是會有一些幫助 那另外兩張呢 我剛說的高人器角色 香草 然後張莉娜 這個也很賺喔 這一包也很賺 四包 閃卡是西施惠的哥哥 也是一樣不同造型的 另外這兩張呢 看起來都是成熟系的 一隻企鵝 Saborina 跟這個 Uzume 好 最後一包 其實一到四蛋呢 第三蛋我興趣是最低的 因為我想要的就只有 小潤跟阿波羅吧 我想的 想得到 喔 抽到他了 其實他們三姊妹的名字 我常常會搞混 然後抽到這兩個 螺絲 螺絲超可愛的 然後這個 欸 他叫什麼名字去了 辛諾都阿仁嗎 因為我記得有一隻白色的鳥 好像叫栗子 我會有點搞混 最後一包 抽到這兩隻 第三蛋雖然沒有抽到小潤跟阿波羅 運氣還算不錯啦 有賈羅琳跟那個小楓 好 那我們就第四蛋阿 那第四蛋呢是 我喜歡的角色最多的一蛋 像我的話呢 買第四蛋其實是最划算的 因為第四蛋有太多我喜歡的角色 喬喬 然後 檸檬娜 查克 史培牙 克 查查 然後張丸丸 阿竹 花 遠仁跟花壽司 有很多 有很多 那最想要誰的呢當然是遠仁的啊 希望你可以抽到遠仁的喔 閃卡呢我抽到這個拓咪 這角色呢我也不認識喔 兩個角色呢抽到燃姐跟瑤瑤 第四蛋想要的角色那麼多 應該至少要中個 一兩個吧 第二包 又是這個人 西秀 有抽到喬喬 太好了 這樣子呢我可以幫我的喬喬換新家了 喬喬跟剪刀 中一個啦 有中一個 哇 像可以抽到遠仁喔 再來這一包抽到這一位 聽說呢 九月更新會有它 有人在喬啦 不知道是真的還假的 再來是這兩隻 我都不認識的兩隻喔 河馬跟老鼠 Chuko跟 Dibito Dibito 我都沒看過 我怎麼抽到那麼多老鼠 可是我對老鼠居民真的 很不熟耶 連他們叫什麼名字都不曉得 欸 已經第四包了 第四包 這個 長頸鹿 是那個 綿蛾的師父 我還抽到這兩隻 糟糕 我忘記他們叫什麼名字 這叫蜜拉是不是 蜜拉 也是我很喜歡的大姐系喔 然後還有這個 Gomez 不錯喔 這兩隻 這兩隻角色我都滿喜歡的 最後一包 這邊有一隻孔雀喔 最後這一包是巴巴拉跟蘋果 可惜還是沒有遠人喔 我想要的角色只有中到喬喬一個 第四蛋的運氣超差的 好啦 那就最後啦 走出戶外包 走出戶外包的話 我的目標就只有一個 那就是豐傑 其他的都還好 都還好 其他都還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拆啦 賣五包就為了一隻豐傑喔 當然走出戶外包的角色比較少 豐傑命中應該比較高吧 走出戶外包呢 有三張 他就沒有閃卡了 他是長這樣子 就比較不一樣 抽到這三隻呢 我只認識這個娜塔利 另外這隻豬跟鴨子 我就不太認識他們是誰了 這包 太多 給我豐傑 好 第二包 三隻角色又都是我不認識的 這隻黑色的豬 他 他 達利 然後這隻狗狗 馬龍 還有這隻 猩猩マッスル 肌肉嗎 他叫肌肉嗎 好 再抽 第三包 喔 第三包我覺得運氣還不錯喔 孟佩 孟佩 然後這個我很喜歡的孔雀 朱莉亞 然後再來是老狼 大家要叫他老狼 還我忘記他原本的名字叫什麼 這一包算賺欸 這三隻我都蠻喜歡的 第四包 欸 第四包有這個 妹 很可愛的小熊 然後另外這兩個 這隻大象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阿蘭嗎 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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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麼多機會 可是我沒有抽到封解喔 好難過 結果沒有封解 不過今天真的是 有這一張 我就整個喜滿意足了 好啦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 Amiibo開箱啦 那這些卡片我都會留下來做收藏 然後之後呢 我如果拍影片有需要的話 我都會把它們叫來 就是在巴獵島上面拍攝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啦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訂購到 嗨 大家晚安 我是五戒 嗨 大家晚安 嗨 大家晚安 嗨 大家晚安 我是過敏點爛掉的五戒